那做完之後,特別注意喔,這一題其實有陷阱喔 我們一般習慣就是你輸入公司都快點兩下有沒有 但是喔,它其實底下沒辦法讓你,所以變成說你如果要向下填滿的時候 記得不能用 直接向下填滿 你變成你要怎麼樣,自己把這個地方填滿到這邊而已 所以喔,這個可能就有點像陷阱一樣 那底下如果你讓它填的話,你可能要把它 把它清除掉了,但如果那樣Delete 它舊的東西還在,所以這個地方可能你要清除的話 你要清除它的什麼,清除它的格 就是清除的話可能要用那個 清除全部才可以啦,清除的話清除全部 它才會乾淨,不然的話呢,舊的資料還在 所以把這個選起來,Ctrl 去向下 那記得啦,如果要填滿的話呢,清除全部 記得不要直接就是把它 快點兩下 如果你快點兩下,你會發現 它會填到最下面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清除全部,它會停在這裡 那如果你假設 預設的,它好像預留 底下還是有空間可以往下填 所以等一下你們要注意一下,填滿的時候呢 可能要檢查一下,你底下有沒有填到底 這個最下面,如果填到最下面表示錯誤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我們 我們再來看 這個 308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的是 這個OK的 這也OK的 C跟D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第二題的部分 就是 所以要切到哪一個工作表呢 銷售統計圖的工作表 然後呢 這邊有個總銷售數量 欄位 B4到B9 它說要用什麼呢 它這邊有提示,要用SAMIF函數 所以你一定要用SAMIF函數 依據訂單的工作表內容 計算 產品 總銷售數量 那並且要繪視那個圖表 所以要怎麼利用SAMIF函數去做統計 那這地方當然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銷售 統計圖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有個銷售 總銷售數量 那你這邊當然有一個就是 那個什麼 A4值 那當然你切到前面去的 要統計什麼 A4值 當然如果沒有別的方式 你其實用篩選 假設篩選 我可以把A4值先打過 全選取消 留下A4 那有點像是把A4裡面的金額 全部加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我看一下這個 總計 這什麼 數量 總銷售數量 所以意思就是把這個數量 Total加在一起的意思 當目前我們看到 這個數量 可是問題你要必須 怎麼樣把這些數量 全部加總 放到那邊去 那你說 老師那我可以把它Ctrl C 放在旁邊之後 看一下 貼過來 他沒辦法全選 所以你變成當然啦 如果你用篩選是不行的啦 OK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把 這個A4值 的這個條件 裡面的數量加總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一樣 我把優標先放這邊 他有提示就是說要用那個Sumif 所以Sumif應該在數學裡面吧 我記得應該在 數學類裡面的Sum 因為他是Sum 後面加if 所以你找到那個S開頭 Sum 這邊有Sum 加總 下面有一個Sumif Sumif的話你會發現他會 需要有 三個 參數 按確定 第一個參數的話是說 你要找的那個範圍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跟Conif蠻像的 前兩個一組 後面這個 要加總的那個範圍 所以 我們要找的應該是 條件應該是指的 是這個東西 A4值 所以你這個應該沒問題 Range的話呢 其實指的是 A4值在哪個範圍出現 過 哪個範圍 其實就是這個 訂單裡面的哪個範圍 訂單裡面的這個 品名嘛 所以如果你要指向品名這個欄位的話 那你不用切過來啦 你就直接 按一個F3 跟正一下 然後找到這一個範圍 哪個範圍 品名這個範圍 所以 找到品名 OK 然後就比對嘛 是不是品名 是喔 那就幫我把 他同一列 哪一列呢 把我把數量 這個 把這個 做加總 這個再把它累加 所以呢 我們第3個 條件F3 就把什麼呢 把數量 把它放過去 所以 意思是說 幫我在品名裡面 找到這個名稱 如果有找到的話 把它同一列的數量 做一個加總 那加總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 A4的營運值 銷售量就出現 銷售數量就出現 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就OK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銷售金 銷售數量最多的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哪個最多 應該好像 B字紙張最多吧 OK 所以B字 它的利潤很高 相對賣得比較好 那當然這家公司 相對是賺錢的 OK 那其他呢 其次就 報表 報表紙 跟那個影印紙 OK 好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 繪製 那個 這個子母的 那個圓形圖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第二 小題完成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繪製一個那個 一樣的這個 繪製一個子母 圓形圖 然後放的位置在A3 依據這個範圍 然後繪製 他這個地方的話 他要放在哪裡 C1到J12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優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插入什麼呢 插入圓形圖這邊就有 那記得找到有一個叫做 繪製一個圓形圖 把它點下去OK 那再來的話 把它放在哪個位置 他說C C1到J12 所以 C1這個框框裡面就OK 然後J12的話在這裡 所以這個範圍 你把它拖拉放 放在這個範圍就OK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 第二個區域 這個區域 為這個 照相 專用值 跟那個 什麼呢 彩色影印值 我看一下這個第二個 理論上應該是OK 第二個區域 所以他應該按照這個順序 來排列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去更動 那接下來的話就 套用什麼呢 套用那個 圖表的樣式12 那樣式12在哪裡呢 上面有樣式 那你數一下 最後一個就是12 所以就套用這一個 然後並且呢 把圖例 圖例是這一個 那你把它關掉有幾個方法 你按Delete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從上面加號這邊有個圖例打過 把它打過取消 也可以 有沒有 這個方式 或者是你點它 按Delete 都一樣 結果一樣 就是把它打過取消 我覺得 比較快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設計那個填滿的樣式 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他這個地方第一個要 設定什麼呢 那個 圖表區的格式要漸層填滿 而且他總共有三個漸層 這很麻煩 OK第一個 所以你特別是圖表區在這裡 那我是建議 你看那快點兩下 快點兩下右邊會出現 這個面板 如果沒出現的話 你快點兩下 或者按右鍵也可以 一般我習慣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什麼 圖表區格式 也會跳出來 兩個方法 按右鍵要 右鍵按右鍵 選那個清單 或者點左鍵兩下 我建議你剛才記得 左鍵兩下 OK 然後漸層的部分點下去之後 那你會發現 這個 它需要有個顏色 所以顏色的話 它希望什麼顏色呢 這個油漆桶部分 它有個題目要其他色彩 那這個色彩的話 第一個色彩要叫什麼 它要 第一個色彩 開始 有沒有 開始這個 154 195 246 記起來了沒 記起來就把它填上去 154 然後多少 195 然後多少 246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他說要刪掉這兩個 我覺得它其實 這題目設計有點 囉嗦啦 這兩個 一個 這個要刪 刪的話從這邊刪 那結尾的這個 顏色的話呢 也是其他色彩 那一樣三個顏色 我覺得 這個要把它背 記下好了 OK 25 236 251 記下來 記下來 感覺好像被數記吧 236 然後最後一個 251 OK 那表示如果你都記起來 表示你應該記憶力沒有衰退 按確定 好 那最後的話還要再增加一個 你看後面還有說要增加一個 那這一個的顏色又要再填一下 我看一下 要填什麼 有點太囉嗦了 他填這個 他說要在50%中間 所以新增就剛好中間 193 216 248 再一次 193 所以這邊193 216不用改 然後2多少 248 看一下 這沒錯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他最後 就是這個樣子 主要就是 先 設定第一個 刪掉兩個 設定最後一個 再插入 這邊有個加號 加號就新增 然後把它 更改他的顏色 所以其實不難 這是囉嗦的點 最後框線要圓角 三藍色 三pt 框線在哪裡呢 框線其實就在下方 所以你往下拉 填滿 其實填滿裡面包含就是填滿他的底色 跟他的框線 所以你把 填滿 收起來 框線在這裡 然後呢 他的 顏色 是深藍色 所以選深藍 然後三pt 那另外還有什麼 圓角 圓角在哪裡 圓角在最下面 圓角 打勾 這樣就有了 OK 那我們完成了 這個設定 那最後的話呢 他說標題名稱是這個 現在應該這個不用改 好像預設就是這一個 然後 資料標籤 什麼叫資料標籤 他要顯示資料標籤 而且這個資料要顯示什麼 類別名稱與值 的資料在中點內側 那以換行 當成分隔符號 並顯示設定為初體字 那首先第一個啦 有沒有標籤沒有標籤 那怎麼辦 資料標籤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資料標籤 他是顯示出來的就是他數量 可是他不要他的數量 他要是類別名稱 他要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類別名稱 與值 OK 所以要在中點內側 要用換行的 分隔符號 所以呢 我們就是 記得 點一下這個 這個叫做 資料標籤 那你會發現 點他的時候呢 他這邊也會顯示 資料標籤的格式 那有關格式 就是他要去更改他裡面的項目的時候 項目理論上 我記得應該是這邊吧 只要是跟資料有關的應該是放這邊 有沒有 標籤選項 那他要的是 值 跟什麼呢 跟類別名稱 所以類別名稱要打勾 類別名稱 其實就是這個名稱 然後 這個他不要引導 這個 這個可以打勾去 因為他沒有要這個啦 這個線不要 所以這個跟這個打勾 然後呢 分隔符號呢 他說要換行 換行的話 這邊有個換行 有沒有 預設好像逗點 那把它換行一下 因為他預設中間好像是逗點 然後呢 並且要中點內側 什麼叫中點內側呢 就是把這個字放在 這個圖上面 叫中點內側 那當然有中點外側 中點外側是放外面 看哪個比較OK 那放中點內側有個缺點 就是你那個圖如果顏色 顏色比較深的話 可能會跟字 好像重疊 像這個其他這個數字就有點 蓋掉他的顏色 太接近了 OK 不管 反正 他這個題目要求 就是 就是這樣 就照這樣做就對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OK了 然後 這邊也OK了 然後呢 但是最後有個粗體啦 粗體的部分的話 一樣 我們就要找到那個粗體字的設定 那粗體字的設定部分的話 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在什麼 在常用裡面找到B B就粗體字 有沒有 按一下就OK了 就是 設定的部分 他要你把字變粗體 有沒有 點一下 OK 那理論上應該接近就差不多完工了 這粗體其實蠻麻煩 就是 光這個地方 就看半天 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 看到了解 他真的倒不如我做一次給你看 比較清楚 我看 剛剛應該有同學看半天 不知道大家會說什麼 對不對 實際上他做的 就是 我剛剛講的動作 好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資料 數列格式 他要把那個格式變成立體的 浮凸效果 那你說 資料數列格式在哪裡 其實資料 數列格式 請你點圓形 不是點標籤 這個上面的字 而是指 標籤外面這些圖 有顏色的地方點一下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呢 你在你的右手邊這邊 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是 資料 數列格式 那恭喜你 你找到了 OK 但是如果你 你不要說 點旁邊 點太過外面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變成 繪圖區格式 繪圖區 就是他背後的東西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 圖表區 那他要的是這個 不是點到字的地方 叫做 資料數列格式 那他其實是希望把 這兩個圓圈圈 把它改成立體的 那立體的話怎麼設定 其實各位可以找到 立體的設定的話 基本上是在 不是填滿 三角形這裡 其實就是一個效果 所以中間只要是 有一個那個 五邊形 其實就是 效果裡面有一個 立體格式 所以你把立體格式的地方 把它展開來 然後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 上凸 下方 浮凸 那要的應該是 上方 上方 浮凸 需要圓形 所以上方浮凸點一下 有沒有一個圓形 浮凸 有 第一個就是了 所以把第一個點擊 這樣子 長得就像這樣 這樣好看嗎 好啦 反正這 題目要求的 當然 最後 我是希望 你們今天的練習 就是把這一題 按照 正照做一遍 之後 另外的話 可能就是把這個 做個變化題 把 也許這個 位置可能不要放這邊 背景可能不要長這樣 反正 大小也許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就是不要按照題目要求 大小 位置 樣式 長的 其實你 就是自己在做一個變化好了 我覺得至少你 徹底了解一下 那個相關的設定 如果將來你這些設定都OK的話 那以後呢 你這個圖 你就可以 隨心所欲 想要 做出什麼樣子 就很容易設定出你想要的樣子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 圖的視覺化 幾乎每個公司都會 希望大家最後 做出就圖了 那至於那個 數據 可能就不見得 希望老闆也不太想看 你就幫我做 這樣子就一目瞭然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公司哪些銷售量最好 一看就知道了 而且甚至可以其他 也會顯示在這邊 因為這個資料量比較小 所以這邊也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一塊呢 就表示說 賣的最差的 就是 這兩個東西 如果賣最差的話 是不是說 可以慢慢減少庫存 不要一直生產 不要一直進貨 進貨沒地方放 浪費 而且將來賣不出去 可能就變成 這個呆賬了 變那個負資產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一目瞭 現在基本上每天開會的時候 一定都會檢討 檢討的話呢 當然沒有人喜歡看一堆數字 當然最想看的就是圖 OK 所以請各位今天先把這個地方 我先把他另存一下 那存檔的名稱 一樣叫 EXA 那這一題的話是 308 OK 然後你們把他存檔 另外的話請各位在另外再 做一個變化題 就是把這一題 我看不要這麼小 要是我來做 我應該想要把他放大一點點 然後讓他 更改一下 上面的字 上面的這個 把它改成不同的 不同的樣式 根據你的美感經驗 然後把他變漂亮一點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剩下的時間的話 就給各位 把這一題完成 今天的話因為 這一題好像 題目比較多 還有另外我可能講 比較多的其他的補充 所以 今天的話可能進度 原則上我們就上一題 下一次再來看那個310的部分 呢